说到亚洲规模最大的水面舰艇部队 很多网友甚至军事爱好者会脱口而出 日本海上自卫队 日本海上自卫队也经常自夸其舰队规模为亚洲第一 可以无情碾压衰落的俄罗斯海军 特别是其装备了爱荡籍、金刚籍、秋月籍、高波籍 以及村雨吉等一大批不逊色于美国军舰的主力战舰 让人羡慕不已 更不用说还拥有排水量高达数万吨的直升机护卫舰 但是在80年代以前 亚洲规模第一的水面舰艇部队 特别是驱逐舰舰队并不在日本人手中 而是在台湾手中 当时美国军事援助的26艘杨自号驱逐舰 在台湾岛上风光无限 但是该舰的来源是基于二战时期建造的机灵级火炮驱逐舰 虽然经过多次改装 性能不断优化 但由于年代久远 舰体结构早已老化 已经到了事故频发难以使用的境地 在巡防舰方面 台湾使用的三字号巡防舰 到了80年代末期 同样因为年久失修不堪使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光滑计划应运而生 旨在通过外购或者自行建造先进军舰 达到更新换代的目的 但当时通过外购的渠道频频受阻 不得不选择自行研发的历程 经国号战斗机和成功级巡防舰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产物 在前几期的视频中 我们已经介绍了经国号战斗机 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 镇守台湾海军30年的成功级巡防舰 成功级巡防舰 选择美国海军派里级导弹护卫舰 作为仿制的原型 派里级巡防舰的设计 以反潜作战为主 在低威胁环境下 为远洋船团护航 以及作为两栖登陆船团的评位 在机能设计上 属于低造价可牺牲的舰艇 1989年5月8日 台湾宣布新舰将由中船公司制造 设计方案由吉布斯科克斯公司提供 同年 在巴斯造船厂的协助下 光滑一号舰 也就是成功级的首舰 在高雄船厂开工 首舰成功号 单舰造价6.5亿美元 从订货到交付使用 共40个月 1990年12月21日安放龙骨 1991年1月15日 安装MK13导弹发射架 1992年12月 与1993年1月分别进行海事 1993年5月7日正式服役 成功级巡防舰建成 表明台湾造船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也是国舰国造非常成功的案例 本级舰原预定建造8艘 分别以中国历史上的名将来命名 成功 郑和 季光 岳飞 紫夷 班超 张谦 田丹 按照当初的计划 成功级巡防舰第8艘田丹号 将配备先进战斗系统 被视为田丹级巡防舰 但后因预算不足和性能不稳定 至建造计划被取消 田丹号因此便一直没有开工 但台船公司已经为其购置了燃气轮机 螺旋桨和主要的作战系统等 如就此放弃 则前期投资打了水漂 最后拍板决定继续建造田丹号 2017年 台湾海军又购入了两艘原装派例级巡防舰底台 命名为名船 冯甲 至此 成功级巡防舰的10艘同型舰 整齐列装完毕 成功级基本上沿袭派例级FFG59号舰设计 为可操作SH-60系长舰身版的派例机舰 同时 吉波斯克扣斯公司 应美国操作经验与台湾海军的要求 重新设计舰体上程配置 使其重心降低 以弥补加装40快炮 及雄风二型后重心过高的问题 并避免过去舰中结构强度不足 而致使拱中破坏龙骨结构等问题 经修改后的成功级 满载排水量增至4100吨 成功级使用的通用动力 LM2500 神气涡轮机引擎是一款高性能 简单循环双轴发动机 采用模块化设计 易于安装和维护 功率23.300万瓦 热效率36.6% 与派例级相同舰体 前段设有两具伸缩式的 可转向电动推进器 弥补单轴推进的弱点 为辅助动力单元吊舱 由舰上的电网供电 每具出力350马力 在平静海况下 能使舰体达到5至6节的航速 辅助动力单元吊舱能够360度旋转 当船舰在港湾等 受限狭窄水域移动时 十分的方便 可有效增加船舰的操控性 具备控制航向的能力 在低速反潜作业时 还能可关闭LM2500燃气涡轮引擎 以及大轴 改用辅助动力低速航行 能够大幅降低噪音 利于舰上被动声纳工作 成功集寻防舰 可承载军官13人 士兵193人 全长138米 全宽13.716米 吃水6.7米 标准排水量3900吨 满载排水量4105吨 使用燃料为F76高流柴油 或GP5航空煤油 最高速度为29节 巡航速度为20节 续航距离8300千米 成功集主要对空侦测系统 为SPS49V5对空搜索雷达 该雷达使用CD波段 尖锋功率360千瓦 平均功率13千瓦 最大搜索距离460千米 由于成功集建造时 美国不提供AN-SQR19拖曳式阵列声纳 与AN-SQQ89手下作战系统 成功集的反潜站立不如原版 成功集船体装备AN-SQS56声纳 对鱼雷防御 则有SLQ25水腰鱼雷诱饵 SQS56为中频声纳 导入了数字化零组件处理声学信号 因此较过去的中频声纳要较轻盈 具有主动被动模式 目标资讯经MK114水下火控计算机解算 再以手动输入MK309反潜火控操纵台 成功集反舰武装较派理机强大 装备雄风2型及雄风3型反舰导弹 共8枚 舰炮在原设计的76毫米快炮外 在左右弦加装两门40毫米快炮 作为反制中小型舰艇的武器 还将原本派理机的副掌舱房 改为40毫米炮弹储藏间 成功集在战情中心 增装了H930 MCS系统的 分散式运算单元控制加装的非美制武器 其中武器控制台为CY-CYQ60 而DCU型号为CS-CYK62 由中科院研发制造 名传冯甲舰舰采用鱼叉导弹 并使用舰手MK13单臂发射器发射 成功集的76毫米快炮 放置的位置在主尾和烟囱中间 且因为位置过高 射界 抚养度都颇受限制 对前后及低角度不能开炮 成功集脱胎于派理级护卫舰 但针对派理级护卫舰的弱点 强化了对海打击能力 安装了两座四连装雄风二型 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使得成功集寻防舰 具备了反舰 防空 反潜都均衡的能力 其作战能力在4000吨级的护卫舰上 即使在全球都是出类把萃的 特别是两架十吨级S60B反潜直升机的配置 堪称豪华 所以反潜作战能力特别强大 有几个地方甚至超过了原型派理级护卫舰 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成功集护卫舰建造期间 台湾海军根据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 并结合实际作战要求 在派理级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进 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 增加了武器负载 满载排水量相应增加到了4105吨 加大的舰体钢板厚度 解决了5倍增加厚重心上移的问题 加强了防弹扛爆能力 改善了对空搜索雷达性能 新型的SPS-49V5雷达 采用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加装了两座四连装雄风二型反舰导弹 增添了两门瑞典伯伏斯单管40毫米炮 以对快艇与小型舰艇作战 电子战系统由SLQ-32V2改进为SLQ-32V5 以适应高密度信号环境的需要 纵观台湾海军三型主力巡防舰 成功级具备最强大的防空能力 因此母港就部署在澎湖担任海峡 第一线接战任务 康定级巡防舰 则是向法国采购的拉法叶舰 逆宗构型 再加上优异的雷达 整体设计最为先进 母港部署在其左营主要执行 南方海域敌情侦查 无奈当年迫于政治因素 军售来台时 武装系统全部被拆除 而济阳级巡防舰 则是向美方租舰买断的诺克斯级舰 具有强大的反潜作战系统 因此部署在苏澳 执行东北方深海区的反潜任务 但是防空能力薄弱 且舰龄高达50年 已逐渐不堪负荷 三型主力舰艇各有长短 其中又以成功级巡防舰 性能最为全面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3月16日报道 台湾海巡部门自2月7日起 针对600吨级安平舰成功舰 进行两个月的平战转换训练 15日起 更与台湾海军舰队 前往西南海域 进行海墙操演 总计十余艘主力舰艇 规模为历年海舰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